尾老全额带助攻 50瓶自建盖出清水魔教堂 隐身在台中东区巷弄内 有一间看起来洁白的建物 外观斜角屋顶 欧洲拱门 连邻居都以为是教堂 然而它其实是董民宅 这间尾教堂是屋主9年前买下 基地面积50瓶 却因为受限银行不给全额贷款 让屋主伤透脑筋 在尾老条例实施后 提供全额建筑容带 近三年屋主才开始规划自地自建 屋主找上建筑师时 直言就是要一件艺术品 全栋位在三角形基地 在极端限制条件下 设计反向操作 前院先退缩4米 设计高度10米的建筑 再砌出一道立面墙 创造围形的都市空间 外观不仅颠覆传统透天模式 室内还以困难的清水魔装修 巧妙地开窗荧光 难还是难对于 它本身一定是清水魔 清水魔是如此高难度的 作为一个员工 只要是在我们台湾 大部分是没有这么的精水 该玩后建坪34坪 其中最大的一层楼 也只有11坪面积 一楼规划主卧 二楼公共空间 三楼为一客房及神明厅 清建成本共花了420万元 加上买地成本约600万元 总共耗费约千万元 完美打造一栋独门独院别墅 换算下来 每坪14万元营造成本 现在又在这个缺工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清水魔 在台中会更贵人 这个价格已经做得不出来 为老重建议员屋主夫妇 美丽居家梦 这个伪教堂将会是一个 美好的典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